第九週的訓練 OK 那這週已經是第九週的訓練啦 那進行到了週期的一半 那這禮拜呢 週末也會有一次的糾團團練 那我會親自到場來指導大家喔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時間OK 地點OK 歡迎你們一起來跟我一起團練 那團練當中 除了會帶給你們真正的訓練技巧 還有一些實戰經驗的分享之外 也希望可以透過我的實地指導 讓你的跑步姿勢 還有訓練狀況 都可以有效的更提升喔 那詳情的資訊呢 都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所以有興趣的跑著 趕快去下面看 我們這禮拜天見囉 OK 那我們就要開始來分享一下 這禮拜的訓練課表吧 OK 禮拜一 還是一樣維持我們的肌力訓練不變 那記得在肌力訓練的同時 逐漸可以把燙速跟煮速慢慢的增加 原本你可能一個禮拜只做兩組 這禮拜可以慢慢增加到三組囉 那禮拜二呢就是我們這禮拜第一次的跑步訓練 那這次的跑步訓練內容呢 跟上禮拜一樣 前面跑4公里的馬拉松配速跑 強度是2.5区 那跑完馬拉松配速跑之後的速度訓練呢 是從上禮拜400公尺6趟 變成這禮拜400公尺要跑8趟 所以跑完4公里之後 400公尺8趟的強度呢 跟上週秒數都一樣 5.5趟的強度 休息時間一樣 1分鐘 但是當趟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難度就會逐漸提高 希望你們可以堅持撐過這次的訓練 再來禮拜三呢 也就是這禮拜的休息日啦 所以進行完核心訓練 400公尺的短距離訓練 希望你可以透過今天的休息日 稍微讓身體恢復一下狀態 也逐漸的為接下來兩次的訓練做準備 OK 禮拜四也是這禮拜的游泳奈利訓練 那這禮拜的游泳奈利訓練 一樣維持60分鐘的輕鬆游泳奈利跑 跑完一樣要跑3趟的加速跑 那100公尺的加速跑呢 強度是6區 希望你們可以在游泳奈利的輕鬆跑當中 讓身體的感覺越來越進入狀況 越來越知道自己在怎麼樣的情況下是最放鬆 而且是可以把跑步姿勢做到最正確的情況 避免受傷的情況發生 那接下來就是禮拜五的課表啦 禮拜五也是這禮拜的間歇訓練啦 那這禮拜的間歇訓練呢 是要跑1200公尺6趟 那每一趟的訓練強度呢 一樣是維持5.0區 那每一趟的休息時間呢 請你跑完1200公尺之後 在原地休息3分半鐘 當3分30秒到了之後呢 請你繼續開始下一趟 那我們總要完成1200公尺6趟 那距離越長 你身體的感覺應該在第一圈還OK 第二圈開始600公尺之後 就是痛苦的開始 所以在600公尺之後 請你要想辦法堅持住身體的呼吸調節 還有放鬆的狀態 不要越跑越僵硬 這個時候才可以避免 你在跑步到後段的時候 因為僵硬 為了達到秒數 導致你的跑步姿勢變掉 那這樣不是我們希望發生的 OK 所以希望你們在1200公尺的後段 要想辦法堅持住你的跑步姿勢 呼吸調節 讓你維持輕鬆的狀態 完成這6趟的訓練 OK 禮拜六一樣是這禮拜的休息日啦 那休息日一樣 可以稍微的去走走晃晃 也可以更期待明天我們的團練喔 OK 那禮拜天 就是這禮拜的最後一次訓練啊 如果你沒有辦法參加這次的團練 你可以自己完成90分鐘的游泳耐力訓練 那在一個半小時當中 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補給品 逐漸的加入訓練當中 讓你身體適應一下 你可能在90分鐘裡面 第30分鐘 你開始要吃一些補給品 60分鐘要吃一些補給品 讓身體適應 在比賽當中 會有遇到的情況出現 那如果你時間允許的話 也歡迎在禮拜天的時候 一起來跟我們團練 參加這次的游泳耐力訓練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啊 希望你們都可以 想辦法撐過這禮拜訓練 接下來就只剩下最後的6週啦